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部动画片 名字叫《天行九哥》 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叫做三机分金 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韩飞子他跑到一个大将军处 他想要军饷 发现正好有三个飞子在那里分金币玩这个游戏 他说你这个游戏玩的没意思 咱们来玩点更刺激的 怎么刺激呢 他说你们有三个人ABC 分100枚金币 那么怎么分这100枚呢 我们定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这么说的 就是按顺序提议 比如说A先提 B再提 C再提 按顺序提议 如果提议 提议未或半数以上通过 半数以上不超过半数 提议未或半数以上通过 那么提议人就被处死 提议人被处死 处死之后呢 剩下那两个人第二个人接着提议 那如果要是通过了 获得半数以上通过了 不包括半数 那么这个就按这个规则来分金币 所以这样行不行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做一些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这三个美女 她们都是聪明的 她们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 以获得最大收益 并且是理性的 理性的意思就是 她们以自己的收益最大为标准 第二个叫人性本乐 她们三个都是邪恶的 邪恶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在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 我还可以多杀人 那我就多杀人 这样我以后金币也都归我了 对不对 我还可以获得大王的宠幸 是吧 就这么个意思吧 好 在这两个假设下我就问了 你说A先选B其次 C最后按照这种规则来看的话 A是不是很危险呢 因为A第一个选 如果B和C都把A给否定了 B和C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所以A就最危险会被杀头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 咱们先假设只剩下 如果只余下了B和C两个人 只余下了B和C两个人 假设这种情况下 A已经被杀了 就只剩B和C了 在这种情况下 B不管什么提议 C都要杀掉B 为什么呢 因为B无论如何提议 只要C否定 就未获半数以上人通过 于是B就会死 B死了之后 C拿到全部的金币 B说我把100倍金币全给你不行吗 那你可以给我 但是你给了我之后 我还是要把你杀掉 因为这样的话 我不光可以拿到100倍金币 我还可以杀死 人性文恶第二条 对不对 所以B就明白这件事情 如果B和C只剩下这两个人的话 那必然一个解体就是B死 B死 然后C拿到100倍金币 B是清楚这个结果的 B是知道的 对吧 B知道上述结果 他自己会非常惨 所以他只有一个决策 这个决策就是我不能让A死 他会支持A的一切建议 支持A的一切建议 就不管A提什么建议 B都会支持他 这件事A也是知道的 对吧 这件事A也是知道的 那么A要是知道 B一定会支持自己 那A就随便来吧 A怎么办 A可以这么说 我拿100倍金币 对不起 B你就不要拿了 C你也不要拿了 A会这么说 这么说的话 B会不会同意 他会同意 因为如果他不同意 他就会死 对吧 所以B一定会支持A 再加上A支持自己 所以有两个人支持 这个方案就通过 C你就无所谓了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 你都是拿0个金币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 A100倍金币全拿到 但是动画片里面演的是 A会给B1倍金币 这个它不是最有解 其实 咱们不妨假设 如果再来一个人M M在A之前先选 大王也参与这个游戏 大王 我说我也有意思 我也玩 那怎么玩 大王先选 大王也知道 这个M M也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并且知道A会怎么选 M就会想 如果我死了的话 那么A就会全拿100倍金币 对不对 我怎么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呢 我可以这样 B和C只能拿0个 我现在给它一个 它是不是得感激我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分 M我拿98个金币 A你就别拿了 B和C 各拿1个金币 这种情况B和C会不会同意 它会同意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要是把M杀掉了 A就会把所有金币都拿走 于是结果就是M第一个人拿98个金币 B和C各拿1个金币 A不管同不同意都超过万数同意了 所以分配就决定了 就这样一个方式 这种方式在生活中非常常见 这个M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拿98个金币 因为它先选 对不对 它可以在一定的规则下 找到最适于自己的方式 所以它就具有先手优势 所以具有先手优势的人 往往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B和C他们最后选 他们没什么决策力 但是他们是低端人群 低端人群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M总是要拉拢B和C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好拉拢 如果他们要是没有M的话 他们只能拿0个金币 所以我拉拢B和C 你不就可以拿点金币吗 因此B和C没什么危险 但是收益也很低 就是低端 而A0就比较尴尬了 它出于夹层 它首先没有先手优势 所以它不能得到自己最大的利益 其次它不属于低端人群 所以不是M所拉拢的对象 因此它的结果就非常尴尬 我们经常会说 为什么我们印度选领导的时候 领导人总是要说 我们要对低端人群怎么怎么保障 那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拉拢的 同样在公司里也是这样 有一些公司老板特别喜欢拉拢那些低层的人工 他不愿意跟自己的副手走太密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低层员工比较好拉拢 那么这个副手 他如果想获得更大收益怎么办呢 他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把M干掉 因为如果把M干掉了 他就成为老大 他就具有先手优势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是大副把船长干掉了 他自己 电脑里面讲的 他自己成为船长 对不对 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变化呢 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只是在一定规则之下成立的 现实生活之中 ABC三个人他们可以在一起坐下来喝酒 他们就说 你看咱们三个只能拿这么少的钱 太少了 咱们不如这样 我们不管M说什么 我们都把M干掉 这样我们每个人拿33个金币 剩下1枚金币我扔海里 这样行不行 这样挺好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收益都大了 对吧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共谋 或者说串谋 共谋 当我们BABC共谋了之后 他们的收益的确可以提高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们共谋了 把M杀掉了之后 A会不会反悔呢 如果A反悔了 那B和C还是什么也拿不到 所以B和C必须想清楚这件事情 假如这个游戏是一次又一次的玩的 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共谋 因为如果A不守规矩 下次再也不跟你合作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游戏如果只玩一次 那A就一定反悔 因此B和C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 他们一定会同意M的方案 这件事情在数学上我们称之为博弈 博弈 那么博弈论是冯诺伊曼最早提出的 后来被一个科学家叫约翰·纳什发扬光大了 我们听说过纳什均衡吗 美丽心灵就是讲纳什的 那么这个纳什均衡 我们会在下一节目给大家讲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的永乐老师 这四十一天 我可以关注我的永乐老师 或者是有桑子 这一天 我可以关注我的永乐老师 我可以关注我的永乐老师 感谢观看